今天要特別分享一個這個中醫藥對於確診後的一個病例 陳大哥呢就是在這個確診後 21天一直沒有辦法從陽轉陰 但是來就診之後 我跟他說你這個吃的中藥三天後就會轉陰 因為陳大哥就是家中的小朋友 所以一直很擔心說他不把這個病毒傳給小孩 那從6月22日來就醫的時候 那我說三天後就會轉陰 真的是轉陰的 那最重要是陳大哥呢 他做了非常多的詳細的紀錄 還有確診後每一天的快篩的一個快篩廢後做紀錄 所以有得到很好的一個證據 那所以我把這個病例的分享給我們大家 那如果有這方面困難的人呢 可以尋求來中醫的同盲 那你會講一下你就整個一個情形 我是在6月4號的時候 早上起來的時候發了喉嚨痛 他一直流鼻水 耳溫測一下 耳溫是37度 我就用在家裡自行快篩一次 結果是兩條線 隔一個小時後再試試看 結果還是兩條線 結果我就趕快跑到那個三種的快篩上去那邊門診 結果醫生說你這兩條線就是確定就是癢了 不用不用在PCR直接就拿藥回去吃 那七天之後不拔急我講說再做第二次的七天 結果七天之後我就快篩 結果還是癢 那我們就到住家附近的那個西醫神 我再拿藥吃吃看 看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三天的藥 還是仍然沒有效果 我太太說那我們就改吃中醫看法 結果我太太就幫我預約了 陳醫師陳老公這邊過來 所以說我們就從6月22號 晚上就來這邊預約了 確實是6月4號 那我就順到那個指示就 就自主管道到6月11 那我6月11測的時候也是兩條線 那我每天都測 那我每天都測 從6月12、13、14、15、16 再隔一天18 然後再隔一天到20 這幾天所測 全部都是兩條線 我後來就改來吃陳老公的中醫藥 那6月20號來的時候是 下午5點20分的測 第一條線是一個癢 我再隔一個小時之後 我再用螺子測 結果螺子測出來是兩條線 所以說我就認定說 我還是病還是沒有完全好 陳大哥之前都用那個 螺絲跟亞培的快篩計 但是在6月22的下午的時候 他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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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那你来吃我的那个中药 叫我吃一个礼拜 那他保证我三天就好 结果我每次吃的时候都有做记录 吃完之后我都有做那个快筛 结果呢吃了三天之后呢 从6月25、26、27 这连续的三天都是一条件都是一 所以我说很配 我说陈医师 哦那个他的话好好深层 所以今天才特地来这边感谢陈医师 很多的民众都不知道中药有很好的效果 除了清冠一号之外呢 对于确诊后的扎病毒减少病毒 病毒这样快速减少 由阳转阴的轻软是很好的疗效 那因为陈大哥有一个很严谨的治疗的记录啦 那我们感谢陈大哥跟我们分享 在